大家好,很高兴我来分享一个很棒的一个事业给大家 这是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机会 今天终于让我们找到的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当中 网络它已经不是一种潮流 也不是一种时尚 网络它更是一种文化社群和商业进化的一个平台 你知道这个世界在变化 全世界有978的消费者在网络消费 在他们的生活领域 当他们要找寻找产品和服务的时候 他们要使用网络这个工具 有65%的消费者 他们在买产品以前 他们要找寻网络里面的资讯 来决定他要不要买这件东西 甚至他的价钱 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 在2013年的时候 全球的网络营业额将达到一兆美金 你看这多么大的庞大一个事业 一兆美金 预计每年将成长有19.4%的成长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一个速度 我们知道下一个网络巨大的革命将要发生了 怎么发生呢 就在我们下屏下达可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很棒的一个商机 透过他你可以找到一个最棒最棒最棒的一个交易 怎么说呢 这要感谢我们的执行长迈克韦德 他本身他在中年年代 他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先驱 而且他在线上广告行销非常的突出 非常的杰出 他也是很多非盈利机构发展策划的一个专家 而且他也是很多传销公司的一个资深的一个顾问 本身他拥有三家传销公司 我们现在跟各位讲的是一个很创新的产品 这个创新是一个免付费的一个应用程式 我们这个程式将会展示很大的一个能量 能让你找到最好的一个产品 而且最低廉的一个价位 你说这个程式如果我把它送出去 送给你送给你的朋友这样好不好 首先这个产品会有什么样的功能产生呢 第一个只要你要找任何产品的时候 我想你会透过传统的一个寻找模式 你会花很多时间 你的产品可能在一个网站 两个网站 甚至无数个网站 甚至千万个网站 你说我们现在人还有拥有这么多时间 会慢慢去搜寻这些广告吗 不会的 我们这个过去送给你 你就可以省下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了 如果瞬间就可以让你找到最好的交易 它这样的一个搜寻速度 超越所有的搜寻引擎 这个产品在你使用的过程的时候 你就可以省下很多的金钱 你不用被很多泛滥的广告 和夸张的网络行销影响 而且它可以帮你赚钱 你不用透过很多很多高深 很多复杂的一个技巧 你就可以达到赚钱的一个目的 有一件事情将来改变了 只要相信你使用虾片虾达可 帮消费者省钱 他不用再不断的花钱 在一些试用产品上面 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需要的呢 我提下我要举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让大家知道 我们一般网路搜寻 跟我们虾片虾达可搜寻有什么不一样的 为什么可以让你省钱呢 假设你现在要寻找一个照相机 而这个照相机它在不同网站卖 价钱会不会一样 肯定不一样的 比如说 这个照相机在A网站卖 在B网站卖 在C网站卖 在D网站卖 有这么多网站在卖这个产品 你可能要花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甚至整天都在找 这个产品在哪个网站卖的最便宜 比如说我现在举这个例子 同样型号的照相机 在A网站它卖1899美金 在另外一个网站卖1319美金 你看我们可以省下多少钱呢 马上可以省下31%的费用 如果对你而言 在最快的时间就可以省下最多的金钱 这个工具给你好不好 比如说我们看下一个 这个洗衣机 在英国卖的时候 一个网站是卖299英镑 另外一个卖239英镑 聪明了你 聪明了消费者 你觉得你会选择299英镑呢 还是239英镑呢 肯定一定会选择239英镑 因为同样的东西 如果这个工具送给你 可以让你省下这么多金钱 你要不要使用它 下一个我们看下一个 讲到这个球具 在这个网站卖479块美金 而在另外一个网站卖149的 哇不得了了 这可以让你省下多少钱呢 省下330块美金 总共省下69%的消费 你说我们这个收取引擎 如果送给你要不要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手表 这个手表在A网站卖2623块美金 在另外一个网站呢 卖1895块美金 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网站 卖不同的价钱 如果你要找的话 你可能要花一个下午 一个晚上的时间 不用了 现在只要几分钟的时间 你就可以省下26%的金钱 我把这个工具送给你 这样好不好呢 我想你一定要的 不是你要更多人都要 我们周遭所有人都需要 外面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消费者 都是我们要把这个工具送给他们的一个对象 OK 如果用一般的搜寻呢 要买这个易经电视呢 比方说在澳洲这个网站呢 卖多少呢 卖5万5千块的一个一个价钱 然后另外一个网站呢 在澳洲呢 卖740多块美金 同时间哦 你在澳洲买一台易经电视 同样的形式 同样型号 同样的东西 你竟然可以在菲律宾买两台 如果这样的网站 这样的书籍已经送给你 你要不要 一定要的 可以让你省下42%的金钱 好 这个机会好不好呢 我想你一定可以看到它的威力的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们 夏拼夏拉克的Power的威力的 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省下很多时间 也可以让你省下很多金钱 我真的很高兴 而且兴奋的要跟各位讲 你一定要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业 我们做这个事业很简单 一辈子就一次的投资而已 你只要加入我们的经销商 你第一次入位只要249块美金 249块美金 你就可以从事这个事业 你就可以把这个工具带回去了 你就可以把这个工具带给无数人 消费者可以使用了 我们做这个事业有几个动作 你基本上你是不会做 我想现代人都不会想卖东西的 第一个你要不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个事业 不用你要不要花很多的金钱来做这个事业 也不用了 你要不要囤货 你也不用了 你要不要做很多的宠物消费 你也不用了 第四个你更不用去试用这些产品 当然最重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你我都一样 我们都不想再卖东西了 我想会卖东西的人毕竟是少数 100个人大概只有5个人会卖东西而已 所以我们也不要你去做推销 我们不要你去做零售 更重要的是 任何东西一定有好有坏 你不用再去做比较了 你要不要去跟人家说 我的东西比较好了 你的东西比较好 我不用 我想这种事情 绝对不是你我喜欢做的事情 再来说 很多人说你的东西这么贵了 你东西便宜 你东西怎么样 我想我们从此以后 我们也不用再做这件事情了 你不用去跟人家说 我的东西便宜 你的东西便宜 我觉得我们不要再去做这种事情 而且我们也不是每一个东西的专家 这个东西一定有它的专业 从此我们不要去标榜 我的东西比你好 你的东西好 我们不用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种事情是很累人的 每个月都有好的东西出来 每个月都有新的产品出来 你永远介绍不完的 OK 再来你不用每个月再去重复消费 每个月去买东西了 你不用囤货 如果这些事情都不用的话 你只要一辈子投资一次 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你觉得这个世界好不好 我们从此以后不要再买东西了 我们从此以后不要去囤货了 我们从此以后不要一大量买东西了 我们也不用去比较任何产品的优缺点了 因为我们轻轻松松的 只要把这个工具送出去就好了 只要这个工具送出去之后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让消费者找到最满意的交易 让他们省下很多时间 让他们省下很多金钱 你觉得这个事业好不好 太棒了 OK 所以这是一个无可辟敌的一个良机 赶快加入 你就可以拥有 这不再是梦想的 这个绝对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商机 全世界的人都在找一个商机 如果你不用卖东西 你就可以赚钱 如果你不用去存货 你就可以赚钱 如果你不用去跟人家比较 你的商品好 或是他的商品好 你就可以赚钱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真的 你只要做一个动作 你只要把我们的虾皮虾辣可 这个样的一个软体免费的送出去 当你在帮人家省时间的时候 当你在帮人家省钱的时候 钱就会进入你的口袋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觉得好不好 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好 如果一个免费的软体就送出去 送给任何人使用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你愿不愿做它 太好了 好 那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虾皮虾辣的收入呢 我们的收入来源很多种 只要你把工具送出去 你的钱就进来了 怎么说呢 因为当你把你的工具送给人家的时候 他每一次的点击 每一次去搜寻的时候 你就有收入了 OK 如果他每一次的点击 在搜寻的过程中 一定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说他会买东西 第二个结果他不会买东西 无所谓 只要他进去点击 你的收入就进来了 如果在在点击的过程中 他发现了在某一个网站 一个东西很便宜 他想要去买它 哇太棒了 当他一购买的行为产生的时候 你就你就有收入了 当然除了那个收入之外 我们还有第二个 比较快速的启动奖金 因为我们加入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网路代理金呢 我们这样的一个软体代理金 每个人要花多少钱 我刚有说过 多少钱呢 249块美金 249块美金 所以公司为了感谢你 帮我们推广这样的事业 公司为了感谢你 把这样的免费软体送出去 让全世界人都可以用到 我们这个免费软体 所以公司为了感谢你 所以我们会发给你一些奖金 比如说如果你告诉两个朋友 可以把这样的免费工具送出去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100块美金 你只要介绍两个朋友 你就可以拿到100块美金 第二个呢 当你跟两个朋友分享这样的事业的过程中 他们愿意把这样的工具送给人家 他是不是可以把跟他朋友讲 这个事业太棒了 你也可以来经营 因为很轻松 你不用再卖东西了 你不用再存货了 你根本就不用再去比价了 你也不用再比较说 我的东西好你的东西好 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 你也跟你的朋友这样的分享的时候 当你的朋友跟你一样做同样的动作 告诉两个朋友 从此你的收拾就不得了了 当你左边出现两个朋友的时候 右边出现两个朋友的时候 哇 你就有50块美金 你觉得这个事业好不好 而且这是无限制 无限制的一直延伸下去 你的朋友需要做 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想他的朋友想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想要赚钱 他的赚钱不是他去卖东西 而是他只要送出一个免费工具 让人家可以省时间 可以省金钱的工具 他的钱就进来了 所以我想 如果你想要做这件事情 你的朋友想要做 你的组织就无限制的 发展下去的 如果 因为我们每个月要领金钱 领我们公司的奖金 那公司奖金 这样的管理费用 这样的一个软体你要送去 是不是公司要着缩一个管理费用了 所以我们每个月要缴一个 很少很少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广路管理的费用 30多块美金 当你缴了这个钱的时候 同样的在你左边产生两个 缴了30多块美金的管理费用 跟右边两个管理费用的时候 你就有10块钱美金 这个就是我们很快 会让你赚到钱的一个收入 再来呢 因为你的努力 因为你的付出 因为你愿意把这个工具送给无数的人 当然你也需要更多的分身 如果你一个人送出100个朋友 一个100个消费者 我想如果你拥有100个分身 也就是说100个要来经营这个事业朋友 一个人也送出100个 哇那就1万个消费者 会用我们的产品了 如果你有1万个消费经营者做我们的事业 每个人送出100个消费者 哇你知道你有多少消费者的出现吗 有100万耶 你可以想象吗 如果你有100万个消费者 每天用透过我们的软体 透过我们这个免费工具去搜寻他要的产品 你觉得你的收入有多少吗 你可以想象一下 有100万消费者 使用我们的工具 你知道吗 你光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钱就不断的进入 涌入你的口袋里面了 好不好 所以你会帮忙一些朋友 来从事我们这样的事业 所以如果你成为我们的威力 经销商 如果你的朋友成为威力经销商 你第一个收入就会有一个 因为你帮助他 我们公司为了感谢你帮助他 我们会给你一个特别奖金 50块美金 当然你的上限 钻石经销商 也可以得到一个特别奖金 20块美金 好 如果你继续努力了 你的组织越来越大 在你加入经销商180天内 如果你帮助四位经销商 他们成为我们的威力经销商 这个时候 你的总组织有八位经销商 你就是我们环球经销商 这个时候我们公司为了感谢你 我们会给你一个特别奖金 那特别奖金是500块美金 当然你自己成为环球经销商 你可以得到多少呢 可以得到2000块美金 哇不得了 你在180天内 因为你帮助八个朋友 成为威力经销商 你就可以得到2000块美金的特别奖金 当然你的推荐的人 你的上限一定会帮忙你的 所以我们公司为给他500块的特别奖金 当然他的上限 钻石下单可以得到多少呢 这200块美金好不好 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事业过程中 他抢救是一种团队 一种互助合作的一种精神 一个人绝对不可能独当一面的 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成就这么大事业的 你需要100万的消费者呢 你需要1000万的消费者呢 你需要1亿的消费者 这么多人呢 一定要有更多的分身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会给你一个辅导奖金 当你帮助一个朋友 你会有他的得到他的收入的20%的奖金 你可以得到一代20% 两代28 三代28 四代28 所以你的辅导奖金可以领到四代 每一代可以领到20% 这样的一个辅导 而且是无限代下去的 无限代下去的 哇 当然呢 因为组织发展越来越大了 你有可能成为我们公司最高品 也就是我们的钻石竞销商 不得了的 你可以得到辅导奖金30% 每一代可以得到30% 你总共可以领到第一代第二代第三第四代 当然呢 如果你的组织 他们的位阶只有到环球经销商 也就是他们只要领到对等奖金20%的时候 你就有他们的差%10% 所以你就无限的差% 其实我们公司真正的魅力在这边 我们看过很多的公司 他们在讲对等奖金都是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 我们公司因为有X8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你知道吗 你的辅导奖金就是无限代 你无限代的辅导奖金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辅导奖金有无限代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们的上限 我们英国的上限在短短第四个月 他的收入就超过多少 各位知道吗 5万块美金啊 不得了你知道吗 他经营两年下来 他的收入每个的收入已经超过一二十万美金 所以因为他有这个一个辅导奖金的一个X8的设计 所以可是问题他是短短的四个月就领到了 我想我们华人世界要拥有这样的组织 其实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 好那接着 刚刚我们有我们公司有全球领售分红 只要你成为我们公司的环球经销商 成为我们公司的钻石经销商 你就可以参与我们全球总业绩的分头 这一部分 再来呢 当然我们很希望说 你来从事我们的事业 我们有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我们希望第一个步骤 你先成为我们公司的威力经销商 威力经销商很简单 你只要推荐四个朋友 加入我们这个行业 然后你的组织里面总共有12位呢 总共12位 你就可以领到多少奖金呢 第一个你可以得到对付奖金200块 第二个你可以得到对付奖金150块 当然 因为我们感谢你在15天之内得到 达到这样的一个位阶 我们公司给你一个特别奖金200块美金 合计550块美金 如果15天之内 你的组织里面有产生12位经销商 公司就会给你这样的一个奖金 总共多少呢 550块美金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太棒了 我们一个成功领导者 每一个位阶领的奖金都不一样 当你是独立经销商 当你开始的时候 你每周最多可以领到2000块美金 第二个呢 如果你达到我们公司的威力经销商 也就是你的组织有12个人的时候 我们公司每一周可以让你领到3000块美金 当然如果你辅导12位未利经销商 包括你自己推荐的4位经销商的时候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公司的环球经销商 你每周可以封顶多少钱呢 有2万块美金 我们的钻石经销商依旧如此 你每一周可以领到2万块美金 OK 这样的一个商业行为 你一定很喜欢的 我想我讲到这边的话 你已经开始心动了 我希望你可以跟你邀请了人一起来 跟我们一起来经营这样的 蝦拼蝦拉克这样一个事业 而他怎么做呢 你只要把我们蝦拼蝦拉克这样的免费软軟体 送出去 很快的 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把这样的一个免费 省钱的工具把它送出去 好不好真是太棒了 OK 好 我刚刚讲了这么多 我们怎么来从事这个事业的 你知道从事一个事业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一开始是最困难的 可是你来从事我们蝦拼蝦 蝦拼蝦拉克这样的事业 其实太简单了 怎么简单呢 你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动作 你只要把它印上我们公司的名片 把我们公司的网址印上去 把你的账号印下去 他就可以免费去download 我们这样的一个软体 他就可以免费 我们下边下那个 这样一个搜寻引擎 在他说 登录的时候 他就可以让他省下很多的时间 让他省掉很多的金钱 我想这个工具要送出去 是非常简单的 你可以透过很多的模式 把这个工具送出去 比如说你可以用你的名片 你就把名片送给人家 让他们可以省时间 可以省下很多的金钱 你只要名片印上我们公司的网站 让他们会使用我们的软体 你就在做我们的事业了 因为当他download下去的时候 哇不得了 当他在省时间的时候 当他在省今年的时候 你就有收入了 第二个 我想现在有一种社群网站 非常的普遍 比如说Facebook 你可以把我们的消息 放在Facebook上面 我想会有成千上万的人 要来索取这样的免费软体 因为索取这样的免费软体 对他们来说 他们完全是免费的 他们不用花一毛钱 可是当他们使用我们免费软体的时候 他们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 他们可以省下很多的金钱 同时间这个时候 你就有收入进入你的口袋 你就有无数的金钱 会进入你的口袋 我想 如果你可以帮助别人省钱 也可以帮助别人省其时间 而你又一直在赚钱 你觉得这个事业好不好做 真的太好做了 我们阶层的欢迎你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业 帮助你 帮助所有的消费者可以省钱 可以省时间 同时你可以告诉你所有的好朋友 告诉他们 网路的时代 时代真的在改变了 你真的不用再花很多时间去做很多的事情了 因为我们虾片虾达可都帮你做好了 全市的网站我们都可以把它连接起来 全市的网站里面卖的东西太多太多太多了 你都不用再去医医去介绍了 你只要把我们的虾片虾达可这样的软体送出去 同时间他们去使用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赚到很多很多的钱了 你知道你可以赚多少钱吗 外面所有的消费者都是我们的客户 你在完全没有压力的状态之下 让对方完全没有压力的状态之下 你就在赚钱了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业 那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个 这个时候 那我想 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事业 我真的很热情的 我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业 好不好 好 那我刚刚跟各位分享了我们整个事业的过程中 你是不是已经蠢蠢欲动要来做我们的事业 我可以跟各位保证我们做这个事业绝对没有任何压力 而且非常非常的简单 怎么做呢 你只要把我们的虾片虾达可这样的免费软体送出去之后 怎么送 你在你的名片上面印上我们的软体 那个账号 我们公司的网站印上去 你可以轻轻松的看到任何人把我们的把你的名片送出去 别怀疑 当你在帮别人省钱省时间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直在赚钱 这真是太棒了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做这样的事业 让别人省时间 让别人省金钱 而同时你就在赚钱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从事这样的一个事业 而且这个事业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想要做的广告可以很轻松的放在我们的软体上面 让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你在做什么 在卖什么 在经营什么 好不好 我真的很阶层的希望各位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共襄圣吉 来做这个事业 让全世界所有人可以在最快的时间 然后可以省掉最多的金钱 然后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让所有的消费者不再去盲目的浪费那么多时间 也不要那么盲目的浪费那么多的金钱 在他们的最快的时间里面 可以省掉很多很多的金钱 省掉很多的时间 让他们找到他们最喜爱的产品 在任何网站 你都可以让他们找到他们最喜爱的产品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一起来共同从事这个事业 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用到我们虾片 这个软体 可以吗 好太棒了 我们就一起来吧 好太棒了